我第一次来一个景点 反正好玩 冲啊冲啊冲啊 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越南很特别的文化 在这边受罪 讨论 singers 准备成现场 那在节德里 我是夹 quoi 今天我真的有点,... 穿到很尴尬 你是下服了吧 欸 哈喽 各位欢迎来到月后 最次来得另外一期节目了 我们这次来到了 越南 突然间有外遇啊 突然有深情的告白 可是玫瑰花 还是越难就越难 我们的旅行社来接我们还送了文化 由于我们抵达哈奈的时间还很早 而且酒店位置非常好 就在河内老街的中心里面 所以旅行社的团队就带我们去周边走走找吃 第一间就来到这一个拿到米其林新的 美食叫做Buncha 我要测它的粥 甜甜的 很甜的 甜甜的 我希望它的粥好香 烧烧烧烧烧的味道 我先拿这个 你来放多点辣椒蒜米 蒜米辣椒 可以调味 OK 这个是高凉的 不会感到甜甜的 很好吃 吃 tin 我们就在西안� hundreds一堂 它的变气又造成整个城市的氛围 很nice 这个还蛮美的 太阳会很墙的 没 exchange 这个可以打卡到很美的教堂的cafen 第一间就是这个Tachan 可以坐在上面 看它的对面 第二间我们来到了越南另一个结队不能错过的美食 就是淡咖啡 这个1946年经营到现在的咖啡店 哇 很小哦 超小 鸭咖啡 淡啤酒 美食进入的方式很特别 你是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小线 才能进到店里的本部 这一间的淡咖啡真的很好喝 等最近我们来还没一定要来这一间开 对啊 不错 好了 朋友他们第一次来 不错啊 也是第一次来 适应了 开始适应越南的交通了 那你适应了越南的交通呢 其他地方对我们来讲什么 完全根本不用怕 可以讲是世界最混乱的交通之一啊 你们吃饱过后可以来这一个地方走走散步 然后那个走这一个湖 为什么见湖啊 真的是很热闹的一个区 如果要进里面的话就是需要买票的 过那个桥了 过那个桥了 围着那个湖走的话其实是免费的 大J突然有什么主意 a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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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sudah die 再来一个 a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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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一个 h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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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用去到法国了 这样大力了 好棒 超大的 现在晚上的时间 9点12分 我们在等着八时去萨巴 莫莫的口窗 我看大哥的罐莫莫是不错的 这感觉像是那个 不达passion 那个叫什么 亲密贴啊 啊 我们的taxi来接我们去巴士站的 我们现在见到了我们的巴士 这个taxi呢 会放我们在一个 不知道在cafe哪里还是这样 我见到一个人 他就会给你一张指 讲说 哦 是不是你 是我 OK 他就现在上巴士了 我们看到完巴士 我们跟着人群人走 一包水 一包水 这样 去了一个人 这两个 好可爱 少女星巴巴的那两个 给你们看 我们 从Hanoi去萨巴巴的巴士 这完全不像一个巴士 我还没有来到一个移动的 那个胶囊酒店 移动式酒店 好可爱 这是跟我门之前 在哈群面做的那个是比较 拉丝一点的 这个 这是我小孩子来到这里 应该是在风调 比较有氛围吧 对 主要它其实是可以坐两个人的 不过我们是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座位可以睡觉 比较宽敞一点的 有没有人兴奋 没 如果你没有营车 就是彻底营车 要我 没有人要 它是有分上下沉的 如果你在上面那沉 会有一点腰 等下你留给一个 蛮厚的被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也不用放心 讲没有营丝 握起来 再拿这个 它这里也可以关起来 它是放带的 不用担心自己滚下去 可以给一碗水 有没有叉的啊 有啊 这边 它有灯的 哦 有灯 拜拜 再见 拜拜 我们明天见 早上五点这样 我们到沙巴了 对 我们的巴士提早到 现在 凌晨五点都不到 对 对 对 到一大过后 我们要联系我们的当地导游 还叫Dao Mr.Dao 明天我们就要上去 然后分吃饭 波比波比点击好啊 现在 有什么 原来我重罚这么乱 哈哈 哈哈 嗯 这里有感觉有点像Dalak 早上七点 我们吃我们的早餐 我们的view是沙巴的view 这有点像冷盘 冷菜 早餐OK吗 嗯 我想吃吃过来 够好吃 有拿到吗 这个是这里的 越南特色的糕点 冷菜啊 冷菜啊 菜柜 菜柜子 很好吃啊 你有放爽感吗 没有放耶 那它爽感我先是也溫 嗯 哇 现在温度 17度 凉凉一点 有点像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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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边就是沙巴的套啦 各位 我们来到这第一个景点 就是这个社头教堂 Stone Church 这里就是有这些小孩子的 其实晚上的时候 就是当地区民的小孩子 穿着它传统服装 给你拿钱拍照 帮你拍照 还是他跟你一起拍 他跟你一起拍 但是他会给你收钱 我们早就在帮我们的朋友拍照 是超巨大的广场啊 前面就是大名鼎鼎 沙巴最美的建筑物 沙巴山Plaza 这里面是坐那个火车 从翻隙广下来 的重点 因为从这边下去 唯一有 是选择 可以坐那个火车 上去翻隙广的 就是第二个辆轮广的 正在走的这条路 挺坏到好严重啊 之前 来说是这条路 是蛮平稳的 车是能通行的 传统服装 传统服装 确定是 这个是传统服装嘛 这个很像幼 幼 这个很像幼 我们这样租一整套呢 就是租100千越南盾 头饰是50千越南盾 然后男生的话 也是100千越南盾 所以这样一整套 是马币才30 你们觉得值得吗 留言告诉我们 第一张我们来到的Cat Cat Village 是一个一直不断往下走的景点 直到终点 会有一个瀑布能观赏 是一个让人家 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啊 这里是最后一个打卡店 是必不能错过的Cat Cat Village 瀑布 被逼越当摩托 除此之外 上次和我的妈妈来 有点不同在于 这次的导游带 我们更深度的了解 这里的黑衣苗 这一期影片是由Surfsharp VPN所赞助的 这次我们去越南旅行 一共花了五天事业 而这次是个理由期间呢 有一个安全网络处理我们的事情 或者是线上会议 是一个非常安心的选择 所以VPN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需品 Surfsharp VPN是一个vpn 软件可以拉住 让我们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条件之中 安心上网 比如说我们出门游玩一整天 回来酒店休息 想要一些遗乐可以做 就很像想要看Netflix Surfsharp VPN可以把我们切换服务器 去我们想要的国家 这样子就能光看到当地国家 独有的Netflix影片 不是限制于越南这个国家 除此之外 由于我们频繁不断的一直去旅行 不过Surfsharp VPN 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国家 比较机票或者是酒店的价格 看哪一个是最便宜的优惠 这是多达100个国家这么多 所以无论我们去哪里 都能找到满足我们需求的服务器 而且还能让多个设备 共用一个账号 真的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Surfsharp VPN有做一个圣诞优惠 底下方video description的链接 然后在checkout page的时候 输入这一个代码 即可而外获得免费5个月的服务 而且还有30天的退款导证 正常的方便 很多人都在吃饭 他的环境蛮好的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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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很多小孩 我们是非常家常的越南菜 很处 是不是很顺手 炒菜夜市瞬间 炒肉啊 还是炒肉啊 我看到他 Facebook 王家菜 应该是吧 开动开动 这三 铁板ера无用 我们以为我们的菜已经完了 没有想到海底糖 这就是海鸡烤蒜 是吗 鸡烤蒜 不 有 是 哈哈 咔嚓 他很催 有没有吃 笑我 笑我 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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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了午餐 對 我們主要是 要知足啊 我們還有 沒想要 怎麼講啊 現在還有很多人 連生活 都 不到 很興趣 嗯 他們說什麼? 我說你不會去學校 她說今天 他們在晚上有免費 好 這個是當地製作的肉桂香 我支持了三盒 覺得蠻不錯的很香 這個是乾鳥的 那邊還是濕濕的 那邊是現磨現做 回到酒店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在沙巴住宿 蠻不錯的咧 它的景觀蠻美的 哇 有被震撼到 然後涼涼的外面 原來它的床也是蠻大 是個KING SIZE SPACE 這個是 有一個小書桌 上面還有咖啡 咖啡 擺咖啡 這個沙巴也可以坐在那邊聊天喝茶 到你開箱廁所了 快點 廁所挺重啊 OK 拜拜 我們去買咖啡 她就這樣出去了 跟朋友來就這樣出去了 又有一個人 我帶你們看一下她的廁所 廁所也是蠻不錯的 整體很乾淨 蠻大尖 然後乾濕 一半的分離 沒有錯 好平 可以 大家 在沙巴的第一天晚餐 是月色火鍋 好豐盛喔 我們的住宿的外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沙巴的市區 非常的熱鬧 然後今天開一層霧 溫度10多多 感覺很像在雲底 噴樹時 還是溫暖的 在背面睡覺 按手提示 有沒有這種感受 這樣外面的景色 極美極極極 極難得到最後 還是躲來被打 你看 注意萌萌了 萌糊萌糊了 這個很像在仙晶這樣 因為那個物質好大 這是在12月的夜尾 沒有12月中 來的沙巴的情況 但是你看到霧氣這麼大 其實沒有想像中午還是怎樣 其實 它跟我們在馬里西亞的 引頂的那個溫度 是大乎小乎的 對 之前來講是很涼爽 沒有到很冷到 需要你穿那種 防風衣啊 包啊 緊緊啊 怕冬傷 這種程度 我們中午來拍照的 那個四口教堂 它亮燈了 這樣感覺到 純粹像一種燈光秀 真的很夢幻 晚上的人潮也是很多 每個在這邊拍照打卡 天內我們就會上前往 這個山落法斯坦Legend啦 到時候我們會上到更高的地方 叫水河的那個溫度 肯定會有所降低啦 Good morning啊各位 給你們看 這是哪裡 我不懂啊 那個霧車真的非常大 因為我去年來的時候 真的擦天擦地 果然 我上一個 前去年來的那個導遊過 我說 在沙趴 你可以看到天晴的 氣候喔 是非常非常非常吸汗的 一年就兩個天 這樣子可以看到 它不是講假 這是真 那個霧氣啊 真的好重喔 其實到時候上外去也不要這樣子啦 不然拍照的話 還是拍一團霧吧 改 先當測一個早餐過後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的導遊或者是劍士機 還沒有來帶我們去粉絲盤 現在去 喝咖啡 推薦一家滿不錯的咖啡 它叫做 陳 陳 陳 的培茶 К撒 超好喝 雖然他在馬來西亞真的已經有分河了 還是 越南的風格 所以 那外道都見到 我們是 这不是冰我了 乱乱想吓我 哈喽冰冰 到手到手 还没有很敬意 花椰菜 很漂亮 紫色的 其实他不甩 你才不甩 你们看到这个葫芦吗 这个是什么 多肉啊 我们现在是去坐篮车 今天真是很好耶 没有什么人感 康康 我现在就在家里找到银子 每个人在家里找到银子 都能追到银子 这就是银子 也不是 真的有加分 我記得那時候是這邊start 這邊就熟悉了 這邊就是正式開始的地點 等一下就出去外面爬樓梯開始了 這邊 這邊就開始了 就在這邊受罪 我只想跟你們說 如果你很喜歡這個季節來的話 你就真的很喜歡 要不的話我建議你們還是不要來 因為真的是 好大風 你想看景色的 真的不建議你們這個時候來 我的眼睛都萌掉了 這個動作千萬不可以在這裡做 因為有高原 剛剛那個 就是輕鬆的 方式上去的 小火車 然後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怎麼從下面上來的 我們旅行是包含的票有三個 先坐一個小火車來到懶車站 然後懶車站 再坐懶車來到山頂 來到山頂 然後走一點點 就坐這一個小火車去到頂端 再走一點路你就到最頂了 是頂 對 如果你要更清楚的方式下去的話 你也可以坐懶車下去 不過這個沒有包含在我們旅行社的票裡面 走進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的導遊真的是很會講幹話 他剛剛跟我們講 早上的時候 看 山頂來 我們到了的時候 很大 大勝出 要我們等 他叫太陽出來了 OK 我們在那邊等 太陽有沒有太陽 被導遊騙了 是喔 換一分鐘了 還是沒有 太陽 太陽都沒有來 他的電話叫不靈了 希望你們來的時候是陽光明媚吧 那時候我來是陽光明媚 真的很幸運 給你們看 或者你們看那一期 對對 上面點那邊 雖然在番西畔上面的天氣不是這麼的理想 不過還是玩得非常的開心 而且也是可以看到番西畔的另一組景色 有時候是會留下一些遺憾的 但就是這個遺憾才會讓我們更記得這一段旅程 而期待下一個旅行會更美好 看到嗎 這就是 老公和男朋友的定義 拜拜 40塊 拜拜 拜拜 40塊 40塊呢 喜馬走錯的路 乾 我們現在要走回去 我算 我算 我們走完番西畔下來了 現在目前也是在沙發的城鎮 而導遊記得帶我們來這邊吃午餐 非常靠近那個番西畔的山北拉扎的地方吧 這一間那時候我不懂什麼 叫我們名字 因為是越南的名字 什麼道都啊 狀況是蠻漂亮的 就是有很多燈籠啊 然後紅紅色 風味很好 可以做廠商店 這是我們來找的 Mr.Dao 謝謝你 很肥胖 很敷衍的 謝謝你 謝謝你 哈哈哈哈 非常豐盛 還有湯 123456 六樣菜 現在吃的這個景點 是在沙發滿新的一個景點 是今年就有人 是 他們有去到 直接帶你們去看什麼 玻璃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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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看日落 那個玻璃橋的價格 我第一次來一個景點 本來要這樣好玩 在追 在追著落 很緊張 衝啊衝啊衝啊 阿誰 快很多 是 因為是Online嘛 100塊錢 那至少要有點不容易 也是啊 要不要搞價 我們開始了 我們朋友 我們朋友第一次走 不要怕啊 沒有毛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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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毛巣 看遠方的朋友 啊 Steady 哈哈哈哈哈哈 看事情 看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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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有兩種的 一個是位高 一個是不位高 中的很中 是山對他的 哈哈哈哈 不必往下 要給我去嗎 啊 好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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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雨》 《雨》 《雨》 后面还有两个叉叉微微的 那你觉得我蛮勇敢的 这是我们的 不知道是第十次了 这个玻璃城 我们来到中国啦 中越边境 还有边境 它的建筑车好多 现在在Lao Tsai Train Station 等一下要坐火车回去Hanoi 现在这里它有包过一个晚餐 吃一个晚餐线 火车上外面还有人家们跳过广场 我们现在要去坐火车了 这是我们今晚的火车 在车厢只有一个厕所 这是我们今天的房间 然后我们的房间是四个床位的 再来给零食 宽泉水 宽泉水 这个是什么 是日记 这个是灯啊 这个是灯 小黄灯 这个它是可以 拉起来变成一个桌子 就是可以四个人坐在这里 可以把门锁起来 我们在进行消毒 有小灯 大水晶小水晶 我想建议你们带自己的枕头呢 如果你没有卫生 制作的话 我们本中是有带的 你们记得枕头泡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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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啊 膝盖上 啊 OK 继续 OUT 我们到海内了 然后还有那个火车 好像有点高 距离有点高 所以是比较暖下来 一出来过后 我们的雪姬就在等我们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 酒店先 班尼妈妈 你看这里一个小档口 好多人排队 对面也是有 其实没有人排队 但应该是这间不错吃啊 不过呢 因为它的人手只有一个 所以它会需要等蛮久一下的 好吃吗 很脆哦 它这个 满满的 嗯 茶草啦 蛋啦 菜啦 肉啦 什么都有 嗯 我们现在跟着我们的导游 去坐巴士 我们的行程是 哈龙贝一日游 前面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船咯 Cozy Bay Cruise 我之前的哈龙贝一日游是先从哈罗伊斯区做一个两个小时的巴士来到港口中途有停一下子然后再坐船去游那个哈龙贝大概两个小时 哦 现在我们要得到 哈龙贝 它是没有包过水的 可以另外自己点水 我们的 吃 自助式buffet 诶你没有拿这个 还有 它其实还有 它有几个东西没有拿 有虾 有这个 好 有好 好吃 有bacchokha 对啊 这个是生来熟的 这个是熟的啊 这个是熟的啊 这个是熟的 起来熟的 来到摆龙 摆龙完了 哈哈 你是什么阿姪啊 这是 US 来到金亚洞 越南也叫做夯松松 然后这边你是要爬接近一个 两三百 两三百个阶梯 一旦那洞内度过你就走走走走 我就走下来 没有东西还要爬 没有东西没有爬 所以就是走走一个平地 像散步这样walk in the park 就是有点像观景雕像 演出看像啊 我们到了最高的一个 可以看到整个 一个碗 台湾的就这样 这个发烫的 我今天阳光没有很美 所以它照下来不适合 我们先下去啦 走完整亚冬过后 第二个活动就是Gaya King 你可以选择自己手动划Gaya 不然就是做大型的Gaya 有人帮你划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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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一间除了来按摩之外也可以放开 特别准备华语 是哦 好方便哦 专业人士更喜欢推荐给别人 而不是小费 所以这边是不给小费的 推荐你们一直来一直来 很不错啊 因为它的足料才300千 这两个人是1.1 怎么样 这个按摩 三天 三天 很棒 非常棒 很棒 大力推荐 我真心推荐的台书 你看这个 台书要几大分 台书不玩了 对哦 我们来吃牛肉河粉 其实我们酒店是有逼早餐的 不过它的早餐 选择有点少 所以我们打算出来外面吃一点熏粉 然后这一间呢 蛮推荐大家的 算是很柔格的牛肉河粉 我们拆看好不好吃 很好吃 昨天的时候来不及给他吃 今天终于带他来吃了 哇 这牛肉 多油了吗 可以牛肉吗 而且哦 这一间 其实它是米其林2023 然后它是非常低调 非常低调 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米其林 所以多数是当地人来吃吧 对对对 可能它怕太多人了 我们那个酒店的工作连带 我们就吃那个Buncha 那个就非常高调 因为它高调到 整个外面的招牌都是写米其林 然后员工就不穿米其林 就是说 就是觉得哎呦 没有必要这样感养 那个是做游客生意的 这个是做Local 这个是做Local 做Local 看不出了 不然我几碗只是我一家 看他的周先 完美我在吃面糊 完全吃不到方便 还有油条也很走 的油条肉疯 肉疯了 放它别太久了 但是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 那个味道是脆的 不过很好吃 那种 原来不脆的 但是第一次来吃是脆的 我们在这里 嗨各位 我们的越南 和内沙牌 哈龙贝的理由 现在我们要分享我们这整个 行程的配套 包括的东西还有 我们的小感想 关于这一次的配套呢 其实是五天四夜的 然后比较推荐大家可以拿一个六天五夜 就是行程可能就没有这么赶 这个要放松一点 因为我们的行程五天四夜呢 就是第一天 从假期 就直接在晚上的时候 直接坐一个夜巴到达 沙巴 途中工作人员会带你去逛逛 这个河内的老街到底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东西 到沙巴过后呢 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时间 就是去沙巴的 Case Village先 就是穿那个苗族 拍照那边 是不错走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还有去参观一个 很道地的 Village 第二天就直接前晚 翻西畔 Legend 去登顶 不过非常看哪些 因为是天气 如果很糟糕像我们那样 就有点点小遗憾 去了过后呢 我们去一些打卡景点 然后特别特别的推荐大家 可以在Extra Add-on 一个那个玻璃桥 哪个好玩 玻璃桥看日落 我觉得那个还蛮值得的 超nice 然后有位高的人是超好玩 有位高的人在身边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舒适发什么的表情 之后呢 我们就坐一个晚上的火车 先回到 Hanoi 对 不过如果你们大家可能 晚上比较难入眠的话 建议大家可能 准备一些晕车药啊 会比较好睡一点 是的 然后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坐夜吧 火车可能对一些 比较难入睡的人 会比较辛苦一些 但身体会蛮大的 你可以体验 念南当地人 所使用的公共交通 怎么来回走 怎么演的地方 火车到达Hanoi过后呢 我们就休息了一下 过后呢 就导游接我们去 Hanoi的船 那个就是丁领大名的 世界七大旗馆之一 不过是蛮不错的 一个景点 我们的行程呢 是有包括午餐罢的 如果你拿那个 六天五夜的配套的话 它其实是会住在船上一晚 有包括晚餐跟隔天的早餐 还可以钓墨衣 是它会有更加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会更加放松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 拿一个六天五夜的 有船过后呢 我们就住一晚在Hanoi 那一天呢 就是让我们自己自由活动 你要走哪里就可以 你要去找我们美食啊 看我们景点啊 去买什么啊 或者是你只想要在酒店休息 什么都要做 都可以任你自由发挥 现在跟大家公开一下 我们整个配套的价格 而五天四夜的价格呢 是380美金一个人 它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所有在当地的所有的花费 也包括你吃、租、交通、门票 只是没有包括你飞去越南的飞机票 那个玻璃桥景点 有些你需要 extra add-on的景点呢 它是没有包括的 这个就交给你们自己衡量啊 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系他们拿详情的配套 拿配套的详情 然后关于六天午夜的话呢 是450美金 其实就加那么一点点 你就可以享受 extra一天 你就可以享受多一天在那个 船上 然后有另外的 activities 是有好处的 如果你在船上过夜的话 代表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到哈龙杯的这处 关于这整个行程 我们的感想呢 怎么样 蛮 relax的啦 其实算 relax 行程不会很感 它这个地界配套 我觉得跟普通旅行团的配套 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我们好像是两个人 如果你只是两个人要去的话 它也可以就是私人团 最少是两个人 像我们四个人的话 它也是私人团 所以你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安排哦 你看一个景点 你也可以看多久就看多久 你没有说好像啊 一点一定要赶回去啊 你可能拍到两点也是OK的 就很自由 另外一点也是这个旅行社是蛮 flexible 但是你有什么要求啊 它们可以做到的话一定做得给你 对它可以 customize 如果你要更豪华一点的体验的话 它也可以 customize给你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啦 如果你想要中文的导游的话 它也是可以安排给你 不过需要价格 不过需要价格 还是一样价格到位就好 不还不钱呢 它的导游是英文的导游 至于我们旅行社安排给我们的酒店 并不是属于一种非常豪华机的 但是是干净 有空间 而且设施的很不错 最主要是它的酒店有电体 因为在河内这个城市 有很多这种比较小型的酒店 是不是有电体 你要自己刚一行 它容易上去 所以很累很麻烦 有电体是一个福音的 信我真的是很难 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地理位置很好 你自己步行距离可以去到很多周边的景点 是它就是在老城区的中心 走出去就可以到教堂 和一些其他的那些古庙啊 全部就是在步行可抵达的距离 所以没有兴趣的话 记得用这一个Promo Code 可以有额外的优惠 大概就是这样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和分享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2024年想看我们去那里玩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拜拜 新年快乐